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会一本 我是格子姐姐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会本是 豆丁要回家 小草鼠豆丁被挤了出来 掉进了草丛里 当豆丁醒来时 发现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那是一间玻璃做的房子 每天都有充足的食物和水 豆丁在里面慢慢长大 却感到越来越孤单 这天,一只阔鱼缓缓地爬过窗台 你好,你可以跟我一起玩吗? 哦,这可不行,我得回家了 阔鱼回答 不过,你怎么会住在这里呢? 你的家应该是在一片辽阔的金色麦田上 那里还有很多你的同伴呢 豆丁记住了阔鱼的话 在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 他从玻璃房子的缝隙间钻了出来 躲进了窗外密密层层的叶子里 顺着藤蔓,豆丁找到阔鱼 豆丁问 我很想回家,你能帮我吗? 我来想想办法 阔鱼拿出一张地图 上面画着一片金色麦田 戴上这个背包吧 里面有望远镜 毯子 雨伞 回家的路上,你会用得到 阔鱼叮嘱豆丁 于是,豆丁带上地图 背起背包 踏上了回家的路 外面的世界广阔极了 既新奇又有趣 背包里的每一样东西 果然都派上了用场 豆丁爬上高高的玛丽树 对照着地图查看远处的道路 嗯,只要远着这条路走下去 就能回家了 突然,咔嚓一声 树枝断了 豆丁摔了下来 掉进树下的小水塘 救命,救命啊,救命啊 豆丁大声呼喊 青蛙听见呼喊声 立刻跳进了水里 怎么办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豆丁难过极了 青蛙说 去找欢吧 森林里他最聪明 一定能帮你的 豆丁在一棵老树下 找到了欢 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要找到回家的路 这不难 走走走 我们到林子里面去看一看 茂盛的树叶间 池羹鸟正在忙碌的筑巢 看看 多么精美的编织 大自然里的孩子 都有灵巧的手艺 瞧瞧 这些成熟的浆果 多么甜美多汁呢 大自然里的食物 都可以尽情享用 当然 大自然里也会有危险的 欢一边走 一边说 不过不要急 只要你是大自然里的孩子 就一定能找到回家的路 于是 豆丁开始忙碌起来 他用草精编成小窝 饿了 就吃甜甜的浆果 渴了 就喝清甜的雨露 慢慢的 豆丁 越来越适应大自然的生活 当危险来临 他也能机灵地躲开 天空飘起了雪花时 豆丁遇到了刺猬一家 下雪天 找吃的可不容易 他爬上高高的树枝 帮刺猬粘了好多果子 谢谢你 请到我家来暖和暖和吧 刺猬妈妈热情地邀请他 刺猬的家里暖和多了 豆丁和大家围坐在一起 他也想要一个温暖的家 不久春天来了 当蒲公英吹出小伞时 豆丁遇到了另一只小巢树 他也正在寻找回家的路 于是 他们决定一起出发 终于 他们在田野里 找到了那一片麦田 一起采集和编织柔软的草莖 共同建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好了 宝贝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鸽子姐姐点赞哦 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微信搜索 关注公众号 鸽子酱叫惠奔 鸽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说 一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